5月12日是第112个国际故事节 同时也是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15周年纪念日 对于出生在汶川的故事蛇沙来说 内心虽百感交集 但他仍如往常一样忙碌着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他多次请因前往武汉支援抗议 一句我是汶川人懂得报恩 感动了许多人 在08年地震的时候 看见很多的医护人员 救治患者 当时就感觉他们的职业非常神圣 所以在12年的时候 我也报考了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然后毕业后成为了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 怀着感恩的心 蛇沙立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而选择从一 再到这次请站 便是蛇沙作为一名汶川人 对社会的感恩回馈 感恩之心 这也成为疫情发生后 他多次主动请站的动力源泉 2020年2月2日 多次请站出征武汉防控一线的蛇沙 终于如愿 2月11日 蛇沙进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东院的前沿阵地 与队友并肩作战 协助负责总部和医院感染防控的工作 蛇沙说 这次逆行出征 对他来说更是一趟感恩之行 当初去的原因呢 就是在家里看到了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 全部都去驰援武汉 这个场景就非常像08年 大家来援助我们的那种场景 因为我当时去 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就是别人帮助过我们 我自己也想去帮助别人 对我来说 也包括温川人来说 我们认为很正常的事情 蛇沙表示 这短短50多天里 又一次真真气气地体会到了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全国各地的人 都在力所能及地 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此前他是受援者 后来变身支援者 如今两年多过去 蛇沙说 持援武汉的经历 不仅让自己对神圣的医疗事业 更多了些崇敬 还让他在回到四川后的工作态度 有了改变 我在武汉待了59天 然后最开始是在酒店做院感防控 然后之后去到了病房 照顾那种新冠病人的日常 就是去武汉过后回来 我觉得我对工作的变化 就是对病人更有耐心 然后更能够站在病人的角度 去考虑他们的一些需求 经历地震磨难 并在疫情中不断成长 如今的蛇沙对于故事这个职业 有着自己的理解 战役归来 回到自己熟悉的岗位 他和许许多多白衣天使一样 在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 践行者南丁格尔精神 既平凡然后又伟大 因为每当就是把那些 在生死线上的 那些病危的病人 从生死线拉回来 又感觉到就是我们的职业很神圣 但是平时我们做着日复一日 很繁琐的工作的时候 又觉得很平凡 我应该会是一直在护理这条 这个行业一直做下去 然后不断地体验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 然后去服务更多的患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